在号角声中 宣告进入犹太利5782年 新季节的到来 9月5号在台湾的中心点南投日月坛 来自跨宗派跨族群的牧者团队聚集欢庆 现场也同步直播 让列国众弟兄姐妹一起参与 刚好由台湾开始 在7月7号展开的全球61天祷告 也在这天完成 在众人的欢庆中 翻页进入另一个新的篇章 我身为是原住民的牧者 我在这一块土地 我们是有责任有义务 要守护我们的台湾 守护我们的国家 爱我们的国家 爱台湾所有的百姓 共主的名我宣告 台湾的教会要成为圣洁合一 连结在一起 如同一间教会同心合一 进入新年5782年的 吹号也从台湾的吉南点 到日月坛团队解放 列国也在线上吹号兴奋响应 台湾肩负向列国宣告 祝福到来的重要使命 我们要宣告 时候满足了 我们今天一起宣告 时候满足了 但愿我们跟列国一起战略 一起吹脚的时候 看见神力的荣耀要临到列国 中城门都要抬起头来 列国抬起头来 荣耀的精华要来 我们有一个为列国祷告 兴起列国的责任 因此求徒大大 酸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看见 叫从列国的当中 从众民的当中 从我们的身上 看见你的旨意和权力 新的季节 台湾与列国一同领受新的恩高 以上是国TV新闻中心 南投日月坛采访报道